大家好 我是小龙虾都都 我现在已经到了邦达镇 带大家转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那个中心地 然后这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标志 看到没有 过来以后我这帮有一个两条路 一个在这边 然后还有这边 我刚来的时候是从这条路来的 这是一个三角区域 然后这个邦达镇呢 它这块的海拔是4300米 这块算是那个川藏南县和北县的交汇点 就一个南县一个北县 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大家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或者是就是被大家 被很多人忽略掉了这个地方 因为地方不大嘛 然后这里曾经是就是过去 那个著名的长马古道的对京之地 在这个318国道上 就是位于那个左贡县跟巴塑县之间 这里就是有那个 看有插道吧 往北 可到那个川藏北县的昌都啊 这儿的海拔还是有一些高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儿 这是一个邦达广场 这是他们的邦达镇的最中心点 然后这三面的话 就是酒店宾馆 然后汽车之家 不是 是那个越野 就是那个摩托车 聚集点 还有各种川菜 小吃店 面馆 饭店挺多的 超市也挺多的 所以来这里 大家不用害怕没有吃饭吃 但是由于这边海拔比较高 所以呢 如果就是有高门现象的朋友 还是不建议在这块 就是住宿 因为这块要4300多米呀 我走一会儿路 这会儿又开始稍微有点喘了 然后等会儿我就要从这个地方 然后继续再往前走 我打算今天到燃乌湖 非常美丽的地方 这有个蔬菜店 我进去看看有什么蔬菜 这儿的蔬菜也是非常的多 还有茅子 西红柿 黄瓜 应该补充一点 非常厚 补充一点水分 我最喜欢的小辣椒 我总买上一会儿 这些够了 每次可以就馍吃 这东西刚才4块 这么一大袋子 这些1块钱 然后我再看一点 可以给我切 这是按块 可以切给我切上一点吧 对啊 那个小辣椒炒馍鱼超好吃的 相信我现在口水就流下来了 兜兜安利时间 给大家看一下 这家老板是自己开车 然后拉菜过来 所以非常的便宜 这一家 看见哦 就是他们家 惠惠蔬菜店 对 大家记住了吗 他们的价格比其他的家 反正比我之前买的都便宜 豆芽怎么买 4块 胡萝卜呢 3块 3块 4块 那也是3块钱 特别花钱也3块 3块 好的话就是卖7块 这个要贵一点 贵菜也贵一点 几块钱 这个5块 最高的也就是这个蒜台了 也就是7块钱的样子 谢谢 好 老板娘再见 我觉得这是我进藏以后 除了之前有一个菜市场 外买的青菜最便宜 然后他们家的菜是最便宜的 好了 现在回车上 准备手上一包泡面吃 高豆美食时间 我今天要吃一顿泡椒牛肉面 来多煮准备 马上好了 海拔4300 这个豆瓣已经熟了 然后我刚才看到没有 用这个微波炉 打一点前天剩下来的肉 但高原上面还是稍微要多煮一下 看我刚才煮了三分钟面 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加热 开吃开吃 刚才又加了一些青菜煮进去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鸡头 剩了一点肉 今天把它搞定 嗯 真香 吃饭了吃饭了 各位 打卡 冲那次 不会吧 好像忘拿了 雨了 我爸呀 这下完了 完了 可以冲 踝 他 是 我的怎么含 这下一个 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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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 我 就是 我 就是 我 不会吧 我好像把昨天晚上充电的这个车的原装线 好像忘了拿了 这是水果 这个是行李 不可能放这里 因为这个箱子都没有动 这个箱子和那个袋子也没有动 那时候别人当时让我帮忙 骚到拉萨 一个姐姐 哎呦 然后这个箱子我昨天也没有打开过 我自己的行李箱 怎么办呀 天哪 这下完了完了 啊 现在 遇到一个很倒霉的事情 就是 我爸充电线 然后 烂在我昨天晚上 就是充电的那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这路上我就没有办法充电了 这怎么办 这儿离我上一次 住车的地方 还有一百多公里 我也不可能 现在回去再拿 因为现在天也 渐渐晚了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算了 我想办法连一下 昨天晚上的那个店主 然后想办法让他帮我 邀寄到我的下一站 或者下下一站的那个地方 也只能这样子了 在这里就是有些网友 问我 我这个房车的店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就给这些网友解答一下 我现在这个车装了一块400亚的锂电 给我这个整车里的电器 还有照明 然后锁供电使用的 我这个车呢 还可以外接电源 但是我刚才去找我那个 发现我把那个线落在上一个住车地了 这个是真的很麻烦 其次呢 我这个车就是在行驶过程中 然后可以给我这个车 然后就那个电池充电 再次就是我这个车 车顶还有一个500瓦的那个太阳能 可以给我这个车的电池充电 现在如果我每天行驶的时间不够长 然后给我那个电池没有办法 就完全充满电的话 然后大概可能就是过上几天 我这个电池可能就会处于亏电状态 所以我现在就得想办法 然后联系那个上一个住车地的老板 然后把那个线帮我游过来